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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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舞台上短裙辣妹 靜歌 熱舞 三合院廣場內 席開超過50桌 擠滿了人 兩旁有專人帶烤 出動兩個大烤爐 像Buffet那樣 看起來超澎湃 如果覺得不夠好料 還有人旁邊開爐 想吃什麼自己烤 滿滿中秋味 現場500多人大部分都姓張 彰化園林的張市中青 每年中秋都會舉辦烤肉活動 這已經是第九屆 四代團聚 年紀最大的阿祖82歲 最幼氣的 只有10歲 我感覺很開心 因為我本人都喜歡烤肉 台下吃得開心 台上還有抽獎活動 交踏車 熱水器 各種小家電 最大獎是42寸液金電視 主辦人是一個環保公司老闆 為人非常海派 每年都自掏腰包辦活動 直說錢不是問題 大家聚在一起 最重要 今天我們第一次第九屆的烤肉活動 我是本身是張家的 第一次九代 張家傳到第二十代 中秋烤肉活動 每年都擴大 今年的主題是制服趴 還有一家人 特別穿上白色球服 共享盛舉 現在到台中工作 然後我就帶青鵬鵬鵬回來 然後我們享受今天的制服趴 所以我們全部都穿 球隊的制服 樂園人團圓 一年一次的中秋烤肉 主辦人將大夥聚在一起 吃吃喝喝開心抽獎 大家熱鬧一下 聯絡感情 也希望家族能夠 越烤越長盛 記者陳盛偉 陳鵬鵬 李雲杰 彰化報導 大家知道